这座中国小城只有百万人口 却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巨大声誉 我甚至只需要说出它的名字 以便能理解这巨大声誉源自何处 河呢 我在这儿 长江河在这儿 这等于是古锦德镇的老城区 然后集中就在这个位置烧窑嘛 所以我说我那个时候看过有好多烟囱 一张民国的老照片上面显示 我们当时的窑户多达三千座 说话的这位名叫佟珊珊 景德镇本地辞济知识科普博主 正着我在景德镇停留的三天时间 他非常努力地想让我了解 并爱上这座城市 他对自己的家乡有着巨大的自豪感 我没有发现跟我差不多状态的 了解越多以后才会自豪感 小时候其实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小时候他玩得很 掏鸟窝不服正业 那么想要了解景德镇 该从哪里入手呢 比如说你要先了解我们这条河 因为这条河成就了景德镇 就是往下走就是连到鄱阳啊 我们一定要在鄱阳出水路啊 否则我们的瓷器运不出去啊 你知道吗 我们这里的松木的坦伐 通过水自然的这种流淌啊 然后把木材运到下游拦截 这样子就上半年的柴下半年烧 因为瓷器要烧松木材嘛 没有这个水系 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陶瓷的制作 这边呢 它是我们的古代的御瑶厂 我们整个的一个 是沿着水系生活的一个方式 每个弄堂 每个弄堂 都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昌江河 也就是以前说的整个质瓷中心 就在这一块了 对啊 今天进不了 也是关门了 对进不了 这些砖都是用来建我们的柴窑的 叫窑砖 窑砖它是有一定的使用年线的 使用到一定程度的话呢 就必须要进行替换 所以替换下来的这些窑砖呢 就被作为一个民居的使用 这就是以前的码头是吧 老码头 对老码头 以前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这么多桥的 锦德镇现在这上面呢 有四座桥 整个母亲河的话呢 自安徽那边是上游 啊 瑶里东部往下 西去的话呢 就是汇入到我们的鄱阳湖 还有呢 这个两边的话呢 有很多的叫做水酒铺 因为这边的打包它很累嘛 两边呢 就会有很多的生活气息存在 像我蛮小的时候 就可以听见 两边的划拳声 什么 溜溜顺呢 七个桥啊 八匹马呀 这样子的 等于是九几年才开始凋零 对就没有了 这下面有一个旧城博物馆呢 你可以看得到的 一切就装卸码头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旁边就有很多的 生活的一些场景在里头 以前是没有马达的嘛 所以你看它要拿个竹 在自然惯性的作用下 然后去拉皮修皮 所以它的胚一定要拉到位 修要简单 否则的话 它完成不了这个修的过程 所以古代的制词工艺跟现在是相反的 我们现在是修胚的是师父 拉胚的是徒弟 但是在古代拉胚的是师父 修胚的是徒弟 马蹄窑 但这种窑基本上都是公窑 就是说大家可以都拿瓷器送过来烧 只是说有钱的人就可以占好窑位 没钱呢他就只能搭烧一下 以前的人呢不是你订了货吗 他就会给你一个扎饼 这个扎饼就一分为二 写上字以后呢 然后等你呢就是交订单的日期 你就拿着另外一半到我这儿 我们俩一拼一对 你是个词片是不是 对一分为二的词片 两个人一对上就跟对二号一样 OK了没问题了 这订单就是你的了 你就把货取走 时间轴汉唐 开始我们制词制陶嘛 然后再到两宋 然后由宋惠宗赐名号 景德年志 然后再到了我们元代 开始建立什么 建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叫做 官窑文化体系 因为他建立了辅良词局嘛 直属专供嘛 然后再到明清词 玉器厂 玉窑厂 这样的不断的叫什么 集能功巧匠于一身 都非常有意思 所以你才会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家乡 全国唯一的一个武品县呀 对 全国唯一的一个武品县 因为是一个 我们这里烧玉窑 给皇帝做瓷器 然后这里的就是 作为监管的官员 所以他的官衔 会比普通的一些 我们理解的 比如说七品县衙要高两级 都造官的整个的作用是一个 我们会有一条街嘛 叫唐银大道 他是从一个完全不懂瓷器的人 但是他要都造 都造你就要烧出 之前人能烧出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还要创烧 所以当时的唐银就是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花了二十余年跟姚公同吃同住 深入参与到每一个环节的制作 然后就在他的手上 就是很多的精美的瓷器的诞生 都和他的就是有力的督造 密不可分 如果想了解景德镇当下丰富的产业生态 佟珊珊会推荐去看集市 各种各样的集市 当下的景德镇 你就是要去看这种自发的市场 它是有生命力的鲜活的 雕塑瓷场有周六的大学生的集市 然后我们的周五周六 陶西川晚上 也会有大学生的创意集市 每天都会有的 就是陶一街的自发形成的一个跳蚤市场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纯天然的 纯什么纯生态的一个市场 作坊的一些人 还有一些大学生们 自己的就在这里摆了一些摊 这个市场叫陶一街的 叫陶阳新村陶一街摊 是个村子是吧 三宝是个村 然后这个位置 有很多的景德镇知名的摇口 都会在这里有自己的一个生产基地 因为它可以沿街开店 然后后面可以作为一个烧摇 绘画的一个场所 它是能够集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 这么一个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愿意在三宝里面逛的原因 加上这里的本身 还有本地的土著的居民 就是一个人文的状态 生态环境是没有被破坏的 所以你在这里能够浏览到很多 你想看到的东西 内容比较丰富 但是路好长 建议骑上小车或者是开上车 周天周一会有古玩城的集市 我的印象中 它以前是摆在人民广场 有新有旧 有新有旧 就看你识不识货 对啊 古玩嘛 真真假假的 基本上你拿到一个东西一看 基本上你能判断出大概的年代 对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真正的学瓷器 如果你爱好瓷器 不是只是买两个玩一玩的话 你要真的深入 首先你要对老的要有认知 你们要老的做基础 你对现在的工艺的传承 传承了哪些点 传承了哪些位置 还有它的工艺哪些地方 做的比之前更好 你不知道啊 必须要有人带 看书是最可怕的 因为所有的假货都跟书本完全吻合 一定要先看食物 大量上手 我带你去看一个老太太 我很喜欢那个老太太 好久好久不见了 你好你好 你看这里都是它的汤 你看见了吗 来来来 给这位小哥哥介绍一下 这都是哪些年代的 这是明中期 明中期 明晚历 康熙 什么学历 没学历 没学历 你解决一下 你解决一下 词器是读过大量的食物越南产生经验的 一定是这样子 它必须要对右面泥胎的这种什么叫融合 什么发色 还有什么笔法 一定要有很强烈的素材认知 像这种就叫没烧熟 没烧熟 就是一个窑里面很大 你想要烧的像这种就属于发色很好了 那起难呢 就是好的窑位都被那些达官贵人的一些有天人 先算坑占了是吧 对啊 你就永远就只能烧这种地方了 这种地方温度偏低了 然后它的整个气氛也不是很好了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是要有一个工艺上的认知 你才知道它的好坏 谁烧青蛙烧成这样呢 青蛙都应该烧成这样了 就是不用想了 吃它又好 整个右面又完全融化了 青蛙的颜色就透出来了 枯料就发色呀 这就是好的了 这是我讲课的时候要用的 幼绿红 上飞的幼绿红 看牙 你看它都成黑灰色了 说到讲课 童珊珊经常会向粉丝输出一些自己的行业认知 我在上课的时候 会以我个人的观念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瓷系它不分好坏 如果你把它划分到一个门类里面 它就有一个它的一个审美的秋点 它也是先经历了一个什么 就是工业化被大家热捧的时代 现在的整个景德镇市场 它又回归到了什么 我喜欢最原始最质朴的 所以现在景德镇的瓷系如果评断它的一个我们说的美与不美 我们会更加的从工业化和自然化的两者来区分 它是晚清时期的一个光绪的茶碗 那你看它的就是胎 就是我们说的泥料 鱿料还有它的青花料 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出这种状态 是因为它的材料不够干净 但是恰恰就是它的这种不干净 让泥胎里面和鱿料和青花料里面 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相就牵扯不清了 所以它就融合的非常漂亮 而你看这个呢就是一个当下的工业工业化的产物 它的泥料非常的干净完美无瑕 它的油料呢也干净 它的青花也是没有任何的犯犯错误的可能性 但是你看它们在一起它就像什么 它就像高楼大厦 好像大家都住在一起 但是你住你的我住我的 只是在一个空间里 但是三者之间互相没有一个贴合 这就是工业化的产物和这种什么 我们说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现象 形成的两者 视觉上的极大的对比 我们也没有 这也是我说为什么不分好坏 你不能说它是坏的 只能说从美的角度 和我们当下喝茶的追求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太多工业化的事物 充斥着整个生活 我们更愿意去寻找那种大自然的气息 我们在做这些品的时候会出现霞 那如果市场不接受 我们就把霞的pass掉 把能挑出来的好的销售掉 所以它的客单价 还有它的制作成本就上涨了呗 这也是景德镇的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如果你问他景德镇的气质是什么 就是在很多环节上 你都会发现我们很有包容性 我认为景德镇是属于所有的热爱这个行业 并且愿意扎根在这个行业里去做推动的每一个人的 在一个五线城市出现了一种飘着的现象 我相信在全国都非常少见 我看官方数据大概是有三万左右的锦票 三万多的锦票 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延续 它上面就说到了 降从八方来契承天下走 这种现象我认为自古至今一直存在 只是说我们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词语 把它重新归类了一下 你在这里待的时间长 它一定不是因为什么交通便利 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什么缓 就是什么城市干净吸引你 它能吸引你的 真的是跟这个产业稀奇相关 你不同的层次的人 在这里都能找得到什么 找得到知己 找得到归属 景德镇的城市的慢 也跟它的这个生产有关 因为你的绘画 你的修胚要求你要专注 所以想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 正确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它的一个历史一千多年 怎么可能是我的短短的 十几年的从业就能够认知到的 所以你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去沉淀的时候 你才发现 哦 原来我曾经忽略过的一些细节 原来它背后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故事 这些生活气息 都是需要你对它的历史 有了认知以后 它才会在你的心中留下印象 你才会去喜欢它 所以景德镇是一个需要你 静下心来慢慢品的城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